四十真相虽然如是 大声大谢 祝福菩萨 知道 有方法帮助大家改变 那就是教育 一切法重新加持 如何能化物为善 化迷为物 化冤家为亲家 全靠教育 尤其是佛法 佛法教育真的进去了 确确实实 有力量帮助你看破 过去的冤家 算了吧 他就能化掉 咱们做个好的活 不再远远想不好 试出世间 一切法 全是重新相伸 只要把错误的 观念 转过来 能不能转呢 肯定能转 为什么 中国古人家 人心本身 佛法家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怎么不能转呢 教育的理念 方法正确 很容易转 理念方法错误了 那就很难 那古生先行 出现在这个时代 佛菩萨出现这个时代 与我们有共业 没共业 他怎么来啊 那他们是明白人 他们很清楚 吉凶后福很清楚 不受这个干扰 他们来 异议是来教化的 是来帮助苦难众生 就是四红十月所谓的 众生无必是缘度 他是来帮助众生 尤其是大臣教理的所说 父师们中 不是一人 哪怕在第一群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 跟佛菩萨 有缘 佛菩萨 也不识其他 都专门度他一个人 别人做旁听神 不少旁听的 也因而得多 叫无量功德 谁了解四世真相 我们人生的态度就改变了 不了解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是为自己打算 真名 主要解释 统统明白之后了 晓得 反手有向 解释学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于是不想自己了 向佛菩萨看起 我来干什么的 我来为大家做点好事的 别人不接受我 不领情 不领情也要做 为什么 应该做的 我要是迷了不知道 你请我做 我也不做 我既然觉悟了 明白了 我觉得是应该做的 不管你接不接受 不管你欢不欢喜 我做给你看 自然有明白人看懂 古人所谓得不顾问 必有理 一定有一些人被你看懂 会形成一个小团体 带给你安慰 鼓舞为你 认真 努力去做 一切为众生 不为自己 这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 如何能像佛菩萨一样 在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冤家 没有一个敌人 中国人所谓的 人的无敌 人的君子 人人君子 他夜深有没有冤家对头 没有 为什么他化解了 别人跟我作对 我不跟他作对 就对不起来 啃吃亏 啃上道 无怨无悔 到最后 连那些冤队 冤家对头 都被看懂 这要教育 希望这种教育 地下越小越好 根深蒂固 他身心不宜 遇到困境 他不受干扰 他用智慧 去应对 知道 一切众生 跟我有缘 没有云 不可能 生在 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地点 这是相应寄生 越來越好 那边 越来越来越来越 越来越来越来越 越来越好 撤